今天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是给康辉老师准备的 这个是一个网友给 这是写给妞妞的感谢信 这是我们家妞妞 亲爱的妞妞 作为康辉的粉丝 我们想感谢你 感谢你收看她的新闻联播 感谢你成为她的重视观众 感谢你帮助她释放工作压力 感谢你每晚躺在她的胸口 给她全世界最美妙的呼噜声 感谢你像孩子一样 给了她做父亲的感觉 感谢你让她有了一个 像她一样倔强和不妥协的女儿 妞妞你知道吗 曾经担心你抓坏家具的爸爸妈妈 各地带你看了一趟新家 因为他们想留下你的原来的齐心 你的爸爸从此 由我们和波波照顾 哎呀真是 我特别看到 就是刚刚因为说了嘛 但每天晚上她都会到我身边来呼 所以刚才一看到那句话 就有点受不了 也特别谢谢这些朋友 谢谢你 对 而现在不光有波波在陪着我们 刚才说了 还有还有一只小猫 现在也到了我们家里 名字叫花生 特别 所以你觉得它是妞妞回来的 一个在地 对 可能宠物对你们来说就不是动物 就是和人一样的家人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也不太喜欢用宠物这两字眼 去叫它们 我觉得宠物老感觉 就是好像我们给它们的更多 我们怎么宠啊 但实际上它们给我们也很多 所以我老觉得就是 它其实就是家里人